大家好,我是宁泽涛 作为一名游泳运动员 水和我的生活最为密切 但是水对我来说 却不仅仅是泳池那一池避水 覆盖地球表面70%的水体 并藏着世界上97%的水资源 它的名字叫做海洋 但现在海洋正面临重重危机 不要以为广阔的海洋 可以永远接受无情的伤害和污染 也不要觉得海洋的安危 跟我们遥不可及 今天你我的任何努力 都会为我们和海洋的未来带来希望 我在此祝贺联合国海洋大会的召开 并呼吁大家关注6月8日 世界海洋日 同时我也真诚希望 每一位朋友保护海洋 关注环保 从这一刻开始 保护我们共同的海洋家园